气温就下滑了 微差很大 凤林镇三星派出所日前接获 黄信家人通报独居的父亲 胸口剧痛 无法呼吸 立即向警销求援 不过因为位处偏僻的山区 派出所远景当机立断 以巡逻车把黄老先生载下山 和救护车来会合 再赶快送到医院救治 所幸病情受到控制了 警销协力救命家属万分感谢 看到警车 黄老先生忍着胸口 剧痛大口呼吸吐气 用尽所有气力来回应 远景健壮当机立断 现已巡逻车将黄老先生载下山 再与救护车会合 避免救护车到达时 病情恶化发生危险 凤林警分局三星派出所日前 接获了黄老先生家人通报 独居的父亲胸口剧痛 无法呼吸请求警销救援 不过由于住家位处偏僻山区 远景把握了关键的救援时间 和消防队合作以竭力的方式 将黄老先生顺利送院救治 本所副所长薛光辉获报后 立即赶赴现场 日见黄老先生脸色痛苦 担心救护车到打前 病情会恶化 决定把握关键时刻 先用巡逻车将黄老先生 再下山 半路中先遇见 重发连事赶来的黄信男子 以接力的方式完成救护行动 也因为警销的接力救命 让黄老先生的病情及时得到救治 病情也稳定控制住 令家人万分感激 事后特别致电三星派出所 向警方表达感谢 凤林警分局分局长林坤达呼吁 近日天气寒冷 无论是长者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 应多加注意身体健康 若有紧急状况 可联系林警派出所协助 千万不可轻忽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石玉兰 凤林采访报道